在中国周边,由于所属的水域限制,常规潜艇的应用空间比核潜艇更大 所以,在我们关注的潜艇发展中,更要注重周边的常规动力潜艇战斗力的发展 这才是对我们威胁最大的一块 在现今世界,最先进的日本仓农级常规潜艇对我国构成威胁 其作战能力与核动力攻击型潜艇不相上下 韩国也向德国订购了三艘214级潜艇,还决定建造三艘排水量达3000吨的大型攻击型潜艇 印度装备有10艘877M击落级,德国209潜艇4艘 而这些国家都在磨刀霍霍,准备采购新的大型常规动力潜艇 所以,我国反潜作战能力的提升迫在眉睫 中国军方自己也认识到这一点 一方面搭建中国周边沿海的固定声纳阵列 这样可以尽快尽早地发现这些常规动力潜艇 因为它们的交易水平都在逐步降低 另一方面,中国也在大力建设反潜作战力量 目前,反潜作战主要有三种形式 航空反潜,水面舰艇反潜和潜艇反潜 其中,航空反潜是中间,所使用的主要装备是反潜巡逻机 正因为这样,中国才大力发展反潜巡逻机 反潜巡逻机是专门用于海上巡逻和反潜的海军飞机 它主要携带有雷达,反潜探测仪,废弃探浅仪,红外激光探测仪,磁翼探测仪,水质分析仪,声纳浮标,微光电视设备,空间导弹,空头水雷,生水炸弹等武器装备 它的高巡航速度,持续巡航时间,大范围探测,以及强大的攻击性,是水面舰艇与潜艇所无法比拟的 作战时,反潜飞机可迅速到达作战区域进行快速搜潜,可控制广阔的海域面积 比水面舰艇和潜艇大数十甚至上百倍,使用空头鱼雷,生水炸弹等攻击潜艇,火力强大 特别是,飞机居高临下,不仅潜艇难以发现,即使发现了也难以快速反击 而且,在攻击潜艇时得心应手,所以,反潜巡逻机是潜艇名副其实的天地,是不供待天的克星 中国曾经长期受到美日反潜机的骚扰,只要潜艇出航,反潜巡逻机必须长期跟随 而在日本的美军反潜巡逻机,基本上一周几个架次的光临中国周边 饱受骚扰的中国是最了解反潜机的用处和益处的 不过,由于之前我们的空潜快的发展思路,并不重视反潜巡逻机的研制与引进 因此,我国海军此前并未装备反潜巡逻机 航空反潜作战任务主要由舰载反潜直升机来执行 我国在70年代初就组建了舰载机部队 但国产直升机的航程和起飞重量不适合远海反潜 直到上世纪90年代购买现代机驱逐舰时 才配到引进了当时世界上较先进的卡28反潜直升机 对我海军的航空反潜有着重要的意义 然而,反潜直升机再先进也无法与大型固定翼反潜巡逻机相提并论 现代化的大型反潜巡逻机是极高技术于一身的产品 世界上只有俄罗斯、英国、法国、日本、美国这五个国家能制造 中国的高新6号研制成功 使中国成为能制造大型反潜巡逻机的第六个国家 高新6号的服役可填补中国海军装备的缺口 该机型对常规潜艇的反潜能力很强 但航程方面却与美国的P8反潜巡逻机还有一定的差距 这也是我们需要充分认识到的